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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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那头刚派发完影坛成绩单 转过来演艺圈传出了一个令人愤怒的消息 原来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创意总监 左左木宏就被爆出 曾经他提议找搞笑艺人杜边直美 就在开幕礼上扮猪表演 还为他起了个名字叫奥林匹 其实杜边直美出了名字身形圆润 但是因为他自信开朗又很时髦 一直以来都受到很多粉丝的喜爱 左左木宏就无端攻击直美的身形 不单止受到工作人员反对 就连外界都骂他歧视女性 最后他道歉兼够辞职 事情才告一段落 面对侮辱性的言论 直美大人有大量 很快就透过经理人公司作出回应 表示自己拥有这个身材很幸福 之后他还透过直播分享 奥运开幕礼的筹备内幕 还表示为了不想有更多 饱受身形问题困扰的人受到伤害 希望议论就到此为止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说瘦才漂亮 只要有自信 就自然会从内就漂亮到外 电影资料馆和大家一起重温经典 我是你们的导赏员Lam Sir 上世纪三十年代 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法国电影集中讲述底层的悲惨生活 反映当时社会形势 1937年 由电影大师尚雷洛亚执道的反战电影 《大幻影》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 故事开头 三位法国飞行员 波迪奥 迈克 和罗森塔尔执行任务失败 惨被德军俘虜 在战夫集中营里面 波迪奥认识了德军监狱长 罗芬斯坦 由于他们都是贵族出身 政治看法又不谋而合 于是很快就成为朋友 之后三位法国人发现其他育友 在挖一条逃育通道 迈克和罗森塔尔决定加入行动 故事结局 所有人集体越育 逃亡的过程中 一直没有什么参与计划的 波迪奥主动提出为平民同伴引开士兵 还吹着短笛一路逃亡 直到被罗芬斯坦开窗击毙 而迈克和罗森塔尔逃到一个德国龙虎家 并在他的帮忙之下 成功逃亡去到瑞士 电影里面的月肉桥段 被设计成一场游戏 趣味性十足 影响后世无数的月肉片 1938年 马赛尔卡尔内推出的《慕港》 同样充满悲剧色彩 电影反映当时大众的悲观情绪 和都市人对生活的厌惡以及恐惧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逃兵Sean乘搭顺风车 来到一个海港小镇 他身无昏迷 被一个醉酒佬带到码头附近的酒吧 遇到美女Nanny 两个人一见钟情 很快就拆出爱火花 不过可惜他们的恋情 受到Nanny的监活人Lucian阻蓝 故事结局充满悲剧色彩 Sean以为自己杀死Lucian 准备搭船展开新生活 怎知转头就被一枪杀死 电影采取实景 场景并用的拍摄方式 运用自然声 气笛声 灯光和人工烟雾 打造出思义写实的气氛 将艳势拍到这么优雅瀟灑 马赛尔卡尔内的导演功力可见一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电影 再次经历辉煌时期 而这个时候 中国终于开启属于他的黄金时代 究竟他们的电影有什么不同 请听下回分解 韩国人气女团 BLACKPINK话题不断 早前成员ROSE 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R 当中主打歌 ON THE GROUND 大获好评 这首MV制作很胆本 一开场 就是火烧私家车 水晶灯跌落地这些画面 之后更加有唯美的烟火效果 还有玫瑰花海 跟ROSE的名字 参得绝 制作这么精良 难怪MV的播放量 而且单日超过四千万次 还打破了阿Sai的神曲 Gannam Style的最高纪录 一向很爱粉丝的ROSE 最近还开通了个人频道 第一条影片 她分享了ROSE的英文名的由来 还公开很多同年时的珍贵片段 粉丝还大赞她 小时候活泼又可爱 难怪播放量超过三百万次 还在半天之内 成功获得超过一百三十五万人订阅 果然是话题女王 日本有位新闻女主播 虽然没有ROSE那么厉害 但最近她有一条影片的点击率 都相当惊人 她就是日本气象新闻台的当家女主播 溃山沙耶 平时她报道新闻之余 还会讲一下生活上的轻松话题 贴地亲民的一面 受到很多观众的欢迎 事源上个月当她在讲将棋话题 当时气氛相当轻松 但突然间画面就弹出 福岛沿岸海发生4.6级地震的消息 一秒之间 沙耶收起笑容 并以严肃的姿态报道地震消息 她这幕超强劲的临场反应曝光之后 瞬间在网络爆红 被网友狂赞 而影片播放量 到目前已经超过1600万次 不单只本土观众赞她 就连国际网友都纷纷点赞 这些就叫做专业了 娱乐圈永远新人姓旧人 不知道那些曾经谈花一样的明星 现在又去了哪儿呢 说到海明威 大家可能会想到 那位传奇美国作家 但其实在内地 曾经有一位 红极一时的歌手海明威 2007年 《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老人与海》这两首歌 令海明威一炮而红 成为最终目的新秀 当时知名主持人金星 提议她改名 努力打造个人特色 我觉得艺人取个艺名也可以 但我觉得海明威这个名字 是不是大了点 作为前辈的经验来讲 咱换个名字 这个名字会把你压死的 永远超不过海明威的名声 如果你借着海明威的名声 出名的话 那你累死了 后来她在谢霆锋的节目 《十二度风味》里面 就做服务员 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她是谁了 令人唏嘘 有艺人经过短暂消失又回归 但有人真的离开了我们 内地演员陈晓玉 一生只出演过两个角色 不过就令到全中国人 永远记住她 当中由她演绎的1987年版的 《临代玉》成为了一代经典 后来陈晓玉戏演重商 创立广告公司 2007年5月份 她因为癌症离世 中年41岁 当时这个消息引起众多的媒体 民众怨怀和哀悼 有人推出娱乐圈后 一样过得多姿多彩 说的是演员周杰 当年她凭借着 《环珠格格》的乙康这个角色 受到国民的欢迎 但后来她和林心瑜 就有一段恩怨被人炒作 导致她负面新闻前身 还被全网抵制 你以为她消息匿迹 其实她改行、做农夫 助勇千贸土地之余 还自创品牌周先生 卖有机产品 现在她的身家过亿 这就是绝地大翻身 女明星为了展现好身材 曾经发起过 A4L 反手摸吐尺的挑战 而内地娱乐圈 最近的新玩法 就是漫画腰了 漫画腰挑战 即是模仿漫画人物 倒趴在椅子上 摆出Z字姿势 非常考验、柔软度 加上这个动作 可以令人带骚身材 不少女明星纷纷参与铺相 其中就有公认 拥有S型身材的Yangmi 看到她的照片 不少网友大赞她有蚂蚁腰 令人很羡慕 不过时隔一日 这张照片的风平 竟然180度大转弯 除了有骨科医生指出 这个动作容易拉伤肌肉 还有可能引致腰椎蜕变的风险 更有网友骂她 助长K型审美 事情发酵后 杨密立刻删上 并且发文道歉 表示以后会谨慎行事 究竟漫画腰 是否可以卖弄身形 见仁见智 但有风险的动作 千万不要乱事 免得弄伤就后悔莫及了 至于韩国娱乐圈 同样有震惊粉丝的消息 二年27岁的韩国rapper Keith Abe 突然在IG出了个post 表示医生跟他说 只有三到六个月命 即时吓到业界的同事 以后是一班粉丝 虽然那张照片 Keith没有露面 但他就躺在病床上 吊着盐水 整个人真是非常虚弱 通文中还写得很清楚 有他的遗愿 说想在离世之前 尽可能将自己的声音 留下来这样说 Keith Abe 由2013年出道 属于组合The Cohort 2015年他创作的歌曲 Ijima 大受欢迎 MV的播放量 更加创下超过7000万次的纪录 令他成功进军美国乐坛 Keith对音乐抱有一份热情 希望他能够完成遗愿 更加希望 最后能够有奇迹出现 希望Keith Abe继续进行创作好音乐 不要留下遗憾 我们也会继续支持他 那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不要忘记 下星期一起继续 娱乐圈一圈 最后会让他开了 我们下回 蜓 朝 时 发 一些 虎